1957年社教的台中中校路长老教会 长期关注本土跟社区福音工作 推动儿童主日学 圣诞步道 921地震震灾 词汇事工 另外也拆派短宣队 前进缅甸等地工厂办营会 瞧望宣教热情 2020年跟上家门口宣教的浪潮 教会召集印尼移工服侍团队 其中印尼恒爱小组的翻译 是印尼新著名 不时教导团员同理穆斯林在台生活的困难 他们本身不吃猪肉 可是在这边很多食物都是有猪肉的 所以他们其实在外面吃东西 也很难买到他们想要吃的 我看他们很多不一定能说出来的困难 或者是压力 特别是在台湾这种跨文化的环境 然后他们语言也很限制 没办法适当地表达自己 所以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 我就越来越觉得上帝很爱他们 需要有一个人成为中间人 来跟他们分享那个福音 他们自己觉得在这里 就是有人看见他们 就是知道他们的诉求 同理穆斯林的需要 印尼恒岸小组不只做家门口的宣教 还成为培育宣教室的摇篮 恒岸小组的小组长Joy 还接受教会拆派 在机构及裁绘装备 成为穆斯林宣教室 在印尼恒岸小组的服事这段时间 我觉得那个感动跟负担是越来越强烈 而且我觉得就是最困难的地方 最需要人去 愿意受呼召被拆遣的同工 我们当然就支持他们 所以乐意成为我们第一个 要被派遣出去的 派遣出去 虽然看起来是我们支持他 但其实是应该说 是我们参与在这个普世的宣教当中 台中中校路长老教会 做家门口宣教 也跟机构才会合作 拆派宣教室 然后透过祷告奉献支持宣教室 甚至拆派短宣队前往宣教工厂 走在普世宣教的道路上 这位置有没有那个 您可以去做 这是